這裡這裡 讓口罩的使用在 不要那麼的多 因為現在的資源有一點需要節省 所以這樣的話就可以環保一點 去年12月的時候我就 興高采烈覺得天啊我終於可以出 結果我就訂了2月18號到25號的機票 想說去一個禮拜 這樣可以就是盡情的滑雪 但是疫情就爆出來了 但是疫情爆出來那時候 其實北海道並沒有列入管制區 甚至也沒有列入什麼一級二級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很平安的地方 超平安一個都沒有 結果我要飛的前兩天我就 我就發現他說 喔回來要自主隔離14天 但自主隔離14天的話 今天就不能出來了 所以我就默默的去把機票給退了 然後大概手續費兩三千塊吧 可是是一個心情的問題 結果一個大失望 可是我覺得子瑜是一個很善良而且很美麗的女孩 然後我超級喜歡她 我覺得善心呢是就是盡力 大家都可以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不管是盡心還是盡力 有錢捐錢有力就是奉獻 就當義工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那都是一個心意 沒有必要去批判任何一個心意 對 對 好 好 好